哈喽大家好,这是中国台湾杨大大 根据台湾媒体报道 今年是这30年以来 台湾向外移民人数最多的一年 移民潮究其根本 是因为民进党当局始终不愿意承认一个中国 长期与西方反华势力勾结 妄图分裂祖国 无数的台湾人每天活在恐惧战争的阴云下 而民进党当局却对台湾人的担忧熟视无睹 一意孤行的一美谋独 我们每一个台湾人都深深乐爱台湾这一片土地 台湾是一个美丽的宝岛 这么小一个宝岛上有巍峨的高山 有壮阔的海洋 有可以疗愈灵魂的野生温泉 也有海纳百川的中华文化和传统民俗 有美味的美食 也有暖暖的冷情味 但是今天,在民进党的野心下 我们许多台湾同胞却不得不背井离乡 离开生养我们的家园 流离他乡 能够移民的台湾人都是有家底的人 更多的台湾百姓 就算战争来临 也无处可去 无地可躲 我们台湾人民一直以来饱受压迫 先是日本人殖民我们 再是民进党贪污腐败 现在又被美国人当成利用的工具 我们一直以来都是亚细亚的孤儿 一直不能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 一直被霸权主义当工具来利用 今天,我们的祖国强大起来 辉煌起来 我们台湾同胞应该挺起胸膛 背靠14亿的大陆同胞 向战争分子 向台独分子 向反华分子 说不